各位看官 天道好轮回 善恶终有报 不信 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加拿大的粉丝给我发来了一篇爆料 说浩哥 这世界上的事 的确呢 有的时候你恍然呢 说这个历史总是不断的在轮回 这还没多久呢 你给我们说的这个清华沙漆案 其实在加拿大 在几年之前就发生过 有一个前车之鉴 几乎和这个案件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两天呢 我们给大家说嘛 说南方呢 这个陈丽仁家呢 有钱有势 他的父亲呢 可能是西南空管局的局长 对吧 所以呢 请了一个大律师 这个律师特别擅长脱罪 这两天呢 已经六次 这个陈丽仁 已经是缺席了开庭了 这不就是一个拖延战术吗 而且陈丽仁家里面有家族性的遗传精神病史啊 什么他那个妈妈姥姥太姥姥都是精神病 这些材料都出来了 这个到法庭上来讲都能够证明陈丽仁可能是个精神病 所以让他脱罪用的啊 有人有人这么说阴谋论啊 这人为的脱罪用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大律师啊 这个收费的确是不菲啊 虽然没有5000万吧 但是可能也得上千万人民币 人家说啊 这个大律师 而且自己呢 那个坐着轮椅 推了个小推车 到到庭上 我是腿脚不便啊 法官那个看了以后 是不是就有点可怜他呀 有点供情心呢 所以就向着他呀 所以这些事大家都在担心 说陈丽仁能不能脱罪 我给大伙说 在美国这个地方 陈丽仁轻叛 那几乎成了定局了 但是轻叛了以后 就能逃脱天道循环吗 朋友发来的这个案例 大家听一听吧 说这个在多伦多呀 有两个中国留学生 因为感情的纠葛呢 为了一个女生 就这个海王啊 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出 其中一人受伤至死 但是凶手的父母花费超过了2000多万 使儿子仅仅服刑不到两年 便平安回国 对吧 这是一起女海王官二代 富二代五尺律师 因果循环 这个故事南方的父亲回国以后 就被调查了 2017年2月7号的凌晨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医院里收治了一名头部重伤的年轻人 进行了12个小时的抢救以后 由于伤势过重 被医生宣布死亡 死者叫王浩志 19岁 是一名来自中国河南的留学生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 他是颅内出血 颈部大动脉断裂 头面部多处骨折 这样的情况一般只会出现在重大的车祸中 而王浩瑞的朋友却说是因为打架 这个医生呢 察觉不对 直接选择报警 警察去往王浩志在多伦多租的出租屋 发现屋内存在着大量的血迹 一片狼藉 根据这样的现场和医生提供的伤情报告 这哪是打架斗 分明是对方一定要把人往死里打 根据王浩志室友提供的信息 警方很快就逮捕了本案的嫌疑人 来自中国广东的20岁的留学生 范博桥 由于本案性质恶劣 在加拿大华人圈流传甚广 很快有人扒出了本案女主角谭佳琪 一样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他和王浩志谈过两年的恋爱 然后移情别恋 如果真的是单纯的两男争一女 血气方刚 冲动打死人 这事很快就会结案了 可是根据警方的调查 事情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极端 首先是漩涡中央的女主角 这位叫KK的 有人说她是因为之前在新加坡读了两年的中学 当时就有好几个男的 为她争风吃醋打架 导致两个人被遣返回国 于是她也待不下去了 才辗转来到加拿大 继续读高中 不过她的心思并没有在学习上 辛苦学习有什么用啊 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吃喝玩乐的主 才是她的真正的目的 她当时发了个针友贴 要求人要高要帅 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要好 如果在多伦多有车有房优先考虑 最后附上了自己几张清凉照 这就是把小孩子送出来留学的结果 成了一个各色人种的这个管乐 极优者 都不可避免 各位啊 王浩志完美的 特别是其父母在国内做外贸生意 即使不是什么顶级富豪 但也能让自己的儿子 在生活费用昂贵的多伦多 过得衣食无忧了 关键是王浩志对KK是百依百顺 舍得给他花钱 根据王浩志父母提供的转账记录 两个人交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 KK花了近十万加币 相当于52万人民币 王浩志本身也不是爱学习的主 在交了女友以后 逃课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学业拖后腿 再加上开销巨大 父母起了疑心 直接把生活费减半 并要求儿子写下保证书 如果半年之内还通不过大学的考试 就老老实实的回国 另谋出路 失去了经济命脉 小情侣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KK开始对王浩志各种看不惯 为了哄女友开心 王浩志搬出了月租三千家园的公寓 和室友合租了半地下室 连吃饭的钱也省了下来 但是他省的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女友花钱的速度 眼看男友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KK选择另则高真 很快他就和同一所学校读书的 范博乔好上了 这个男生不仅高大帅气 还是个练了七年泰拳的猛男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实打实的富二代加官二代 过分的是 KK在劈腿范博乔以后 还将前男友蒙在鼓里边 在案发前一周 才和王浩志谈牌 并搬出了出租 之后呢 王浩志发了一条 招来杀身之祸的朋友圈 我算是看明白了 14号情人节还想着给你送什么礼物 这就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 祝你幸福 范博乔认为这是在指责KK 劈腿乱交 破坏女友的名声 KK也在一旁怂恿 教训 给点颜色 于是呢 十多 这个 十多个人一起来找王浩志 讨要说法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两个人 大打出手 王浩志当然不是对手 后来室友拉架 才制止住 范博乔走后 室友安慰几句 也回房休息了 结果一个多小时以后 范博乔只穿了一件背心 又杀了回来 又膝盖死死顶住 王浩志的胸口 一拳又一拳 狠砸到他的脸上 这和咱们的这个清华沙漆案 和其的异曲同工啊 只不过是变成了一个男的 一拳一拳的打死的 室友赶紧打电话 准备报警 但一旁关站的 KK给拉住了 911不仅是急救电话 也是报警电话 如果警察来了 这事就彻底大了 只能叫出租车 把王浩志送往医院 耽误了不少的救治的时间 根据室友的证词 警方很快以二级谋杀 对范博乔提出了指控 在警方第一次 对范博乔的问询中 他提到 那天是和王浩志第一次见面 主要目的是让他闭嘴 别惹KK 不开心 结果两个人争吵起来 气头上的王浩志 说出了类似 我睡过的破鞋 让你捡了之类的话 导致范博乔对他的头和脖子 就是两拳 被室友拉住 范博乔离开后 越想越气 加上KK在一旁 哭哭啼啼 想再狠狠教训王浩志一顿 KK说那个地下室 有个小门平常不锁 可以摸着去二楼 没想到第二次下手很重 直接把王浩志打没了 从这份供词 可以看出范博乔是个没脑子的主 这不明摆着承认自己 二次回去就是以伤人杀人为目的 这不是从二级谋杀 升级一级谋杀的节奏吗 这个时候凶手范博乔的爹妈开始用超能力 来救儿子了 第一步请来了加拿大著名的刑案 大律师叫Edra 他曾经成功的将一个富二代的案子 从谋杀打到误杀 再打到鲁莽驾驶 刑期从牢底坐穿打到仅有四年 当然他的收费也是昂贵到离谱 每小时2000到3000加币 不讲价 官司打赢了 另外算钱 这和咱们这一次 说的清华案的这个大律师 何其的相像呢 各位 范家眼睛都不长一下 直接掏钱还非常豪气的给出了375万加元的保时金 相当于2000万人民币 范博乔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的豪宅被媒体曝光 价值200万加元 哎呦我的天呢 简直是天道好轮回啊 咱们这就是清华沙漆案的房子 205万美元 那个是200万加元 由他的父母全款买下 如此豪气 让人好奇这家人到底什么来头 很快有人爆料说 范博乔的父亲是前建设银行东莞分行的行长范提 一个银行行长家里面轻易拿出来了2000万的保时金 外加几百万打官司的费用 占不做评论了 至少拿出来了将近4000万人民币 说律师接手案子以后 直接证明了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他首先以被告语言不过关 在警察的诱导性的询问下 做出了错误陈述为理由 推翻了范博乔之前给出的全部证词 那不是现在的杀其案的这个方法吗 是吧 陈丽人精神失常了 不能出庭 连续六次 一样吗 各位 并且在这位大律师的监督下 给出了一个新的案发经过 第一次打完架之后 让范博乔和女友准备打算直接回家 结果发现兜里的一盒雪茄和车钥匙不小心 落在了王浩志的家里边 想着刚打完架不好意思回去找 这个时候KK提出 可以从地下室进入 悄悄的去二楼捡回钥匙和雪茄 不见面就离开 结果不巧 王浩志躺着沙巴上和朋友打电话聊天 还是遇见了王浩志扑上来就要打 范博乔不想打架 只好用手和膝盖控制住对方 没想到王浩志像发了疯一样 边扔东西边要砸旁边的KK 范博乔只好给了他两三拳让他冷静一下 这改成了回去故意杀人 变成了回去找东西去了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KK早就消失不见了 多伦多警方以证据不充分为理由 宣布不会对KK起诉 也不会对他的教唆行为进行后续的调查 之后KK就人间蒸发了 找不到人了失去了这样一位重要的证人 辩方的大律师拿出了另外一个杀手锏 王浩志当时就是想死 因而故意激怒对方 大律师称第二次打架时 王浩志正在打电话 他的朋友听到了整个的案发过程 这个室友被警方找到了 他说他当时听到王浩志突然大喊 卧槽你是怎么进来的 然后只能断断续续的听到一个人的怒吼 打打打我就是要打死你 控方意思这个我要打死你是 王浩志被告喊的 但是辩方大律师表示这话 这个是王浩志说的 而且他说的是打呀打呀 我让你把我打死 他甚至找了两个配音演员 把两句话重新录了一遍 向陪审团演示 这两句话听起来有多么的像 果然是大律师啊 好家伙 这种做法无耻至极 在12个完全听不懂中文的陪审团面前 反复的播放这两句话 人家当然听着非常像 但意思天差地别 作为证人出庭的王浩志的朋友 也当听改口说自己 也不是很清楚听的是哪句话 也不确定到底是谁说的 但你仔细一想 一个来自于河南 一个来自于广东 口音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被买通了吗 但无论怎么样 证人的改口使案件很快的向被告 倾斜 最后律师使出了憋了整场的大招 他找来的法医专家表示 王浩志的死因是颈部大脑脉受损 引发的大出血 而根据湿剪时血液在皮肤上产生的斑痕 可以证明这个伤其实是两个人第一次打架的时候形成的 死亡已经靠近且无法逆转 第二次打架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并不是主因 你可能觉得这还不是范博乔打死的吗 不一样吗 不是这样的 第一次动手是一场你来我往的斗殴 只能算是防卫过当 或者说是护殴不能算杀人 这般神操作下来陪审团虽然没有对防卫过当的说法完全买账 但也不觉得二级谋杀有什么道理了 于是范博乔以误杀罪判刑入狱五年 在加拿大的法律下服刑一半的时间以后就可以申请假释 加上他之前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可以按1.5倍从正式的刑期里面扣除 所以实际上他只需要坐牢两年多 听到判决以后 王浩志的家人当庭就哭成了泪人 而被告和律师却机长相庆 毕竟只需要坐牢两年多 初遇依然二十来岁 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光环依然等着他 还有大把的人生可以快乐的度过 那个女友KK更是置身事外 一直有传言说他在开庭前就回了国 而实际上从可靠的消息得来的这个信息 他其实一直都在多伦多 只是换了一个学校和名字 现在依然是美美的逛逛街 买包包掉凯子 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呢 传闻KK的父亲为民航中南空管局 汕头空管站的财务部的部长 谭良军 这个清华沙漆案里陈丽仁的父亲 是西南空管局的局长 他是中南空管局的 哇这个历史何其的相似啊 各位 范博乔2021年底以扶完刑回国 想着依然过富二代 纸醉金迷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2024年的1月16号 根据中央纪检委网站的消息 他的父亲范提因为涉嫌严重的违法伪计 被调查 其父用钱救了儿子 最后自己也做了前下之鬼 不义之人 终将在自己的自食其果吧 是不是 各位朋友 天道好轮回呀 苍天饶过谁呀 你看看这次的清华沙漆案 他的父亲中南和西南 都是空管局的高官 是吧 那是不是预示着 如果这回陈丽人能够脱罪的话 那他的父亲也没什么好下场啊 鸡皮嘎嘎都起来了吗 各位 别作恶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5 5 5 2 6 1 6